字架兄弟管家服務 由買樓 驗樓 售樓 到裝修 傢俬訂制都全面協助 VIP看樓安排更可在額外獎賞回贈 還有無常售後服務跟到尾 找字架兄弟買樓 我們最幫手 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來到中山這一邊 去看叫利德峰廣場的項目 聽這個名叫廣場的 大家可能都會猜到 這個項目是屬於一個公寓的產品 所處的位置一點都不差 這裡是整個中山一個住宅的社區 在樓盤旁邊就是一個超大型的超市 另外在項目的後方位置 就已經是這個區裡一間相當出名的燕州中學 很多在區內居住的家庭 其實都希望子女能夠入到這間學校 那就是說在這個利德峰廣場的兩邊 一個就是有名的學校 另外一個就是大型的消費場所 一個超級大型的連鎖超市品牌 就在你的旁邊 另外在項目正對面 就有一些大型的屋苑 所以這個社區可以說是有很多的居民 本身都是住在這一帶 兼且也是一些優質的住戶 是一些中產的人士等等 那如果本身你考慮投資的一個要點 就是想著利德峰廣場是可以 給到一個出租等等方面的考慮的話 同時間這個項目裡面的一些單位 都是說買一層用到兩層的 超高的5.5米樓底的設計 那我們現在就不阻礙大家的時間了 簡單看看這個行拍畫面之後 就讓Jerby帶你進去了解一下這個利德峰廣場 到底裡面的情況又是怎樣 又是有可能的 解釋一下尼德峰廣場的一個區域的位置 好 我先幫你介紹一下我們項目 我們項目叫尼德峰廣場 唯一中山的一個市區位置 我們項目的交通都是四通八達的 如果你說在香港過來是比較方便 我們項目隔離是一個105角度 北上是回廣州和佛山的方向 而南下就是去到我們香港和澳門這一邊 現時如果你說開車回香港 走我們的05角度 5分鐘上去我們的珠三角環線 直接可以接駁我們的港珠澳大橋 就可以回到香港大嶼山這一邊 大概用時是個半小時左右就可以回去 另外我們這邊也有一個渡輪回去 就是我們一個中山考案的一個 直接去到我們香港的中港城 我們項目過去那個中山港考學運站 都是20分鐘 你坐船回到大約一個小時 大概全程都是一個半小時 多一點就可以回到香港這一邊 另外我們目前開通了一個中山考案站 另外在明年的6月份 就會開通的一個馬鞍島 這裡是一個新的客運碼頭 到時都可以去到我們的中港城 香港這一邊 據說它用時大概45分鐘 但是大大縮短了我們香港和我們中山的一個時間距離 另外我們項目的話 還可以選擇坐一個樓巴 直通巴士回香港 我們項目的話 旁邊就有一個富裕廣場 它這邊有直通巴士 直接回到香港這一邊 你過去的話大概是5分鐘的時間 是比較方便的 另外就有一個廣珠城拐 廣珠城拐在我們項目 過去中山北站大約8分鐘的時間 過去中山北站可以坐到廣州南站 可以換我們的廣深港的一個高鐵 回到香港的一個西九龍這一邊 是的 而南下就是回到珠海這一邊 這個城拐已經目前虛通了 另外就有一個二號線的一個軌道交通 這個就是2028年會全線虛通 虛通之後就在我們的一個小攬 直至去到我們的馬鞍島這個位置 在我們項目過去就有一個中山淵塞 是的 那虛通之後你可以坐去馬鞍島轉道輪 或者坐去我們的廣州這一邊 都可以坐去高鐵的 是的 所以這邊的一個七行都是比較方便的了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現在是位於中山的一個西區 都是一個政府重點打造的春龍片區 那現在目前的話 我們是市中心的 它的配套都是比較成熟的了 那在我們項目隔離 就有一個默德龍的一個超市 它是全球前三的一個超市來的 那它裡面的話呢有14000多種的一個自展商品 有30%都是鎮口的了 那你來樓下就可以享受到的了 那還有我們項目周邊呢 有五大四月廣場了 目前是已經開業了的 包括我們的 四月城、四月廣場、興宗廣場 那這些已經是落成了的了 基本上的話呢 你的緝行、去到看電影、行街、購買這些 現在五分鐘到十分鐘可以有五個廣場可以去到的了 是的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這件教育配套的話呢 尤其和柔軟、小學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都已經是一站式的了 那包括我們項目後面呢 就有一個燕州中學了 那燕州中學呢 是政府用十個億打造的 那是上年教育份就可以開業的了 那它有九十個班 九十個班 那就在我們項目後面而已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項目的話呢 現在政府重點打造的話呢 是緊鎮了兩個八億項目的 包括我們的一個華僑城 和我們的一個華任萬象城 那華僑城 華僑本海岸呢 那它是明典百分開的 那它是一千二百毫地的 是的一千二百毫 那華僑城應該都有聽安過的 那它目前呢 在全國來說呢 就只有三個的 一個就在深圳的南沙 另一個就在佛山的了 那另外的話就在我們這邊中山 那這一個的話呢 它現在是明典開的 那開的話呢 預估的一個客流量的話呢 去到千萬的 那會從而帶動回我們整個變區的一個 一個經濟 還有我們的酒店 租傭市場 還有微雷的一片的星石 因為現在整個中山 目前的話呢 是沒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地標 因為我們中山呢 本身就是想打造一個旅遊城市嘛 那如果下城了之後呢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整個中山的旅遊景點的 新地標了 它是一個5A級的一個旅遊景點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我們一個萬象城了 那華印是最旗下最高端的一個品牌 一個大型購物店 那它只要集中的 都是一個一線品牌 包括LV 和Kucci 因為目前的話呢 現在延遲整個中山呢 一個商場 商場的話呢 是沒有一個大型的一個 校門廣場 還有沒有奢侈品買的 基本上如果你說買LV Kucci這些大型品牌呢 你是要去回 要去廣州 香港啊 澳門啊 還有我們的深圳的 那如果我們一個萬象城了之後呢 其實直接呢 就不用說去一個地方 去買到奢侈品的了 那所以說呢 未來的話呢 整個片區就是一個 我們整個項目的話呢 就是 中緯一個 西區的中山賣市嘛 所以未來也是一個地標 所以現在的話呢 我們這個價錢的話呢 都是比較優懷的 是的 賣到一萬一的均 還有我們目前呢 我們項目的話呢 是整個中山賣一個 一個受入5x5層高的一個 稀缺的一個產品 基本上我找不到的 OK 那不如我們鏡頭呢 轉回我們沙盤看看 那一看沙盤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沙盤的分部是怎樣的呢 噢 那我們現在呢 你進來這裡的話 就是我們的受入部的一個外置 是的 那我們項目的話呢 它是 整個樓盤的話呢 它是有兩棟樓 和兩層的一個商業組成的 總共10萬平方 那一二樓的話呢 我們是發展到自己 支持的一個商業廣場來的了 那它到時的話呢 都會鎮住的一個餐飲啊 和這邊的電影院啊 都會有的了 基本上的話呢 你的衣食住行呢 是下來樓下都會享受到的了 是非常之方便的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三樓呢 還會有一個泳池 和我們這個空中花園的 空中花園 那和我們這邊呢 一號樓的話呢 是我們發展到支持的 那我們現在賣的就是二號樓了 那二號樓的話呢 我們是從四樓起 總層高的話呢 是十七層這樣 那它是八個電梯的 三十九戶 那它有四十五方 和有九十方 兩個戶型的 嗯 那基本上有一房 兩房 三房 四房 是的 那現在我們這邊的話呢 這個設計的話呢 一個洋隊設計的 那個私密性是比較好的 是取用了馬雷西亞的一個設計的 是的 有幾點想請教一下的就是呢 嗯 我們現在看到了 那它是 剛才說到五米 五米五了 那它是無批的 是的 無批的 那是 平均我們可以選擇自己的裝修 是 可以選擇自己的裝修 那其實如果我們現在最低的入場 那個是多少錢左右呢 入場代表最低 你說裝修 不是最便宜的單位 最無批 無批的話呢 我們這邊的話呢 大概是去到 五五十 五十多萬 五十多萬 對 五十三萬左右 OK 還有就是那個交流時間是什麼時候 交流的話呢 是明典的六月份 明典六月份 對 六月三床 OK 那它會不會有些 我們下面我看到它的商場 配置 還是 是怎樣 下面是不是街區店 它是一個商場來的 那它一二樓的話呢 它是做回一樓的話又餐飲 二樓又是電影院 然後三樓的話呢 它就是一個我們酒店的一個會所 就是會所 還有我們平台上面的話 就是花園和我們一個泳池 它是這樣分佈的 因為我們這裡是發展上自己的致辭 致辭的話呢 可能到時是做一個酒店 那三樓的話呢 它會有一個酒店配套的一個餐廳 OK 管理費多少錢 管理費的話呢 是四元半 四元半 是的 車位方面有沒有算是嗎 車位的話呢 我們這邊的話是地下負一負二 是的 那它是一比一的一個車位 基本上的話呢 你在這裡住 基本上的話呢 就不會擔心不要車位 一比一的 是的 OK 好啊 那大約翔都明白了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靚樓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樓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裡看樓和買樓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適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更可向額外匯鎮 還有無常售後服務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受算自家兄弟 看一隻呢 是90平方的 我們先來看看它的回應圖先 隔於裡面 將來是無皮的交收標準 所以這裡的裝修 就近攻參考 OK 好 回來裡面 我們看到它 這裡做了兩層 一樓的主要是做了 客廳飯廳 廚房衛生間通 還有一間是老人家房的 看看一樓的空間補局 自己可以將來做回這個夾層 再留一個中空的位置 整個中空廳就非常之漂亮 而這裡可以放回一張 六人的餐桌 還有這裡有一個非常之正的 非常之大的一個客廳 這個客廳就因為是中空的原因 所以呢 整個觀感有一種必須的感覺 好 我們再來到這個露台這邊看看 露台 露台這邊的話 現在這樣往出去 其實可以看不到這個外面的光景 遠處這裡是光景 OK 我們再去這邊看一看 在餐廳旁邊就是我們的廚房 廚房這裡足夠大 對呀 做了一個L型的設計 大家留意一下 做了L型的設計 而且這裡 這個護形 就是明廚 明廚 而且整個廚房 這裡的餐廳空間足夠大 再看看旁邊 這裡首先我們會有一個 高溫衛生間 主要餐廳的去水位 和排污位其實都是在這裡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做衛生間 旁邊 就有一間老人房 剛才介紹到 而老人房這裡 都是大了一個小的生活露台 可以走出去 這間房間老實說 是足夠大的 這張 米8大床 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跟著 加兩個床頭櫃和衣櫃 好 我們先上去 第二層看看 因為本身5米5的高度 所以就算間了中間那層 一樓都很高 好 上去二樓看看 這個梯都沒有 但只要我們自己搭 它是純毛坯一個 框框的空間 好 上來二樓 二樓主要做三間房的佈局 首先這裡會有一間書房 再來這邊 這裡再多有一間房間 還有這間房間 現在可以做客房 而且是有窗的 好 接著這個 公廁 公容衛生間 裡面的空間 足夠大了 其實真的 最後就是我們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 也是一樓的老人房的常空 所以它的大小 就是一模一樣的 和一樓的房間 少了一個老台 好 這就是我們這個 90平方五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款 A1護形 雙鎖匙設計 484平方米 這一個就是參考 東南亞這一邊 或者其實外國 都有這些 叫做雙鎖匙的設計 就是說你買一個單位 等於可以用到兩個單位 出租的話 也可以分兩份約去出租 對比起買一層用兩層 可能更具吸引力 現在讓大家聽著音樂 欣賞這一套單位 順便也是作為我們完結這條影片 若然你真的對這個利得峰廣場 是感興趣的 想拿多些資料 或者是想跟我們去到現場 去看一看樓 也都歡迎你聯絡我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星期的訂閱 小平方便會 請按住 很廣告 請教基劑 甘邀 請教基劑 要請教基劑 為 为了配合业务发展的需要 我们自家兄弟已经再次搬回旺角的湖舍新行 前往的方法相当简单 你在旺角地质站这一出口出到来之后 转回来尼敦道这一边 去到尼敦道655号 在这里你可以不需要复杂的登记 直接上到来我们17楼这一边 我们自家兄弟的新地址就是1707A 我们热切期待你到访 向我们了解更多关于湾区楼盘的资讯 又或者商约我们去到现场看楼 追求美好生活湾区置业首选自家兄弟 大湾区自住投资哪里好 找自家兄弟帮忙 无论是市场热化热卖靓盘独家折扣 我们都第一时间通知你 自家大湾区VIP看楼安排 专车接送为你服务 快点来我们展昭厅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湾区首选自家兄弟 如果还没订阅我们自家兄弟频道 可以现在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 下条影片见 拜拜